报春来是谁 曾经他作为中国羽毛球队主力队员 拿过三次重大比赛的男单冠军 但大多时间还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 叫做千年老二 2011年报春来因为伤病退役 转而进入了演艺圈 主持唱歌 现在又演起了音乐剧 日前报春来就接受了我们《熏了在线》的独家专访 谈起那些年和林丹之间的恩恩怨怨 无奈退役后的演艺圈生活 还有去年热议的失聪事件 新娱乐在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报春来 我在这部《流浪狗之歌》音乐剧当中 饰演的是一个叫Lucky的小狗 应该是大狗吧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大男孩 四年前还是一个职业羽毛球运动员 从1990年进入长沙市业余体校羽毛球培训班 1998年入选国家青年队 2011年无奈退役 今年32岁的报春来 将他人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献给了羽毛球 以前就想过 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 我就想过 想过有一天能够开一个演唱会 很多人在听我唱歌多好 是一个想法 一个梦想 自称My爸的报春来 在退役之后 没有立马实现歌手梦 而是当起了主持人 跟着节目组前往世界各地跑外景 在这之后 自己下半年到明年初 想出自己的专辑 自己的歌 就这样看起来 这位全世界冠军的演艺录 还是很平坦的 几乎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但是在新娱乐在线的镜头前 看起来很轻松的报春来 还是忍不住向我们吐起苦水来 因为运动员转型艺人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就比如说像我 第一次当外景主持的时候 我面对镜头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就傻掉了 就站在那边 五秒十秒 那个导演说你快说话 就是那种状态 不知道该表达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你有很多时候 你掌握不了那种节奏 或者有时候你去演 你就会让别人会觉得不自然 转型路上的不适应 其实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如果当你知道报春来 因为参加节目日夜颠倒的工作 而导致了诱饵完全失聪时 会不会对这个全世界冠军 另眼相看呢 就突发性耳聋嘛 神经性的 只是觉得有时候这边脑袋 没在那想的 当一个演员的话 你可能要面对了 就是时间上的折磨 所以说我觉得 就那段时间就 抵抗力不是很好 就耳朵就听不见了 不过这么多年的运动员生涯 倒是给报春来 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品质 就是再困难都要坚持住 那些年比赛前的艰苦训练 都能熬过来了 现在的这些辛苦 真算不上什么 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是那么简单 特别是在转型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 困难和问题 但现在我觉得好 其实好在自己比较乐观 我相信就是有一天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定会有一个转变的 只是我需要 还需要有很多机会 很多平台去锻炼 出生于湖南的报春来 因为从小就长得比一般同龄人高 八岁就被选去训练羽毛球 2000年广州市青赛上 勇夺男单冠军 由此被选入国家一队 逐渐开始在一系列国际比赛中 崭露头角 并成长为中国男队的绝对主力 同时因为长相清秀 笑容腼腆 鲍春来被粉丝亲切地称为鲍帅 可另一个外号千年老二 却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令鲍春来一度心理受挫 原因就是从1999年 入选国家羽毛球队到退役的十年间里 鲍春来拿到的重大比赛男单冠军 只有屈指可数的三个 而他的亚军成绩则比冠军要好得多 一共15个 而在鲍春来获得亚军的这些比赛上 队友林丹打都是冠军 其实对于胜负心极强的职业运动员来说 对于这样的成绩不失望是绝不可能的 但现在的鲍春来也懂得自我调解 和林丹更是好友关系 2012年鲍丹的婚礼上 鲍春来也是一半郎出席 可见比赛从未影响二人感情 但现在我反过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既然是在场上 难免特别是竞技体育 你不可能是一起冠军 拿冠军的只有一个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那可能就都是会 多多少都会有些伤心的一些 一些感受 2011年因为近十年的膝盖伤 并实在无法治愈 鲍春来只能无奈地选择退役 离开自己奋斗了21年的球场 11年9月份的时候 我退役的时候 是因为我膝盖实在是打不了比赛了 太累了 强度很高 没打一场比赛 都要做很多治疗 到最后米治愈 我就只能看着别人去比赛 那种感觉特别不好 所以我选择了退役 退役后的鲍春来 原本应该好好休息 但他却选择了进入演艺圈 因为这年轻的他 还有很多梦想要去实现 有很多球迷 包括有很多朋友 都特别关心 他们觉得就是说 那么辛苦 谢谢吧 缓一缓吧 是 我也曾经有想过 就是让自己缓一缓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去多做一些事情 不然的话到老以后 就会后悔 要小编说 还真是不会唱歌的 羽毛球运动员 不是好演员呢 新闻在线 北京独家财富报道 好演员 好演员